愛你的感謝還要再多一點 歡迎收看 美眉普普風 今天我是紅獅 我們今天介紹的是 美眉巨星日 王力宏情歌日 王力宏是一個 大家都知道她是一個才子 所以今天 我們要介紹黑社會的才女 歡迎狗狗 要不要跟大家說一個哈囉 哈囉 我是狗狗 對 她今天第一次主持 難免會有點小緊張 不過她接下來就要介紹 兩首歌曲 第一首是王力宏的 《落葉歸根》 再來是王力宏的《唯一》 而且王力宏這個是那個 Hido Chanovi天王 真的 妳有沒有對Hido有沒有什麼 有 每次去就是看棒球的時候 成菜都會在那邊Hido… 就是謝嘉賢什麼之類的 然後還會有手勢很好玩 是…那個是加油的意思嗎 對…就是加油 那妳會一起跟著妳知道 我會 因為現場很… 妳會做那個動作嗎 我忘記了 就算了 就算了 在電視前面幫我們加油打氣 妳有沒有覺得王力宏非常的帥 非常帥 對 就是而且《落葉歸根》這MV 非常的好看喔 所以接下來讓我們聽聽看 《落葉歸根》還有《唯一》 歡迎回來美眉蒲蒲風 今天是王力宏情歌日 所以接下來我們介紹 非常好聽的兩首歌曲 第一首是 第二首是《Forever Love》 兩首都非常的好聽 真的 而且它在MV中 有在拉手提琴 狗狗你會不會拉手提琴 不會 可是最近有荒廢了 因為時間不夠 然後又是忙著練琴的意思嗎 真的 它彈琴真的很強 我們上次去炮子吃飯的時候 然後就覺得 他可以當阿咪老師的接班人 而且妳自己是不是也一直說 妳要幹掉阿咪老師 沒有 阿咪老師我要跟你學習 然後他一直說 我想要去應徵阿咪老師的工作 想要來你知道 我們黑社群人等著 那時候才有我們那個 出場的音樂還是什麼的 對 還默默的想要 偷偷幹掉阿咪老師 不過 它的那個音感真的很強 就是妳是只要聽過的歌 妳都會彈 對 我只要聽到我就會彈 那和弦是怎麼一回事 就自己配 對啊 妳就覺得很強嗎 因為我是完全不懂鋼琴人 所以接下來讓我們聽聽看 Kiss Goodbye 還有 Forever Love 歡迎回來 美美浦浦風 今天是我們的 王力宏情歌日 Yeah 接下來我們要接受什麼歌曲呢 第一首是王力宏的 公轉自轉 好 大家快去猜猜看 哪個是公轉 哪個是自轉 把答案寫到 我打算 第二首是什麼歌 花田錯 妳不覺得花田錯 這首歌名很妙 對 就 就是妳聽他歌名 妳會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對 然後就 花田名字 我想要秀一下 我想要秀一下我的歌聲好不好 而且非常好聽 我男性朋友們都很喜歡這首歌 而且公轉自轉 就是算有點久了 對 可是還是 就是大家都很愛 還是很受歡迎 你知道 而且MV裡面的王力宏 都變來變去的 然後妳覺得 還是很帥 妳不覺得他就是沒什麼變 對 各個就是都很帥 對 之前我覺得他有一些MV 會比較粗獷 可是像 比如說現在落葉歸更新的 就是妳覺得 材質 很有趣質的 對 整個MV下來 妳就看他拉那個小梯琴 妳就快要盯住那個電視的感覺 他不管什麼角色都很帥 對 所以接下來讓我們聽聽看 王力宏的 王力宏的 公轉自轉 還有王力宏的 花田醋 歡迎回來 美眉撲撲 今天是美眉巨星日 是王力宏的情歌日 沒錯 所以接下來我們接下來的歌曲 是什麼呢 家不可能錯過你 還有放開你的心 沒錯 而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個版本 它就是 第十三屆全球花育音樂榜中榜的版本 還有沒有就是看到 身後的我們 不是 身後的他們 王力宏在彈的鋼琴 你不覺得 對 總共你會不會有覺得 有機會的話 你要想不想就是在 很多人面前彈奏鋼琴 會 不過我會先精進我的情意 精進心 真的 可是妳真的很強我覺得 那個是即興還OK 對啊 沒有像王力宏一樣這麼強 那妳覺得古典樂 跟現在的 妳覺得哪一個 古典樂 要很多技巧 可是上下 妳不覺得那個痘痘很多嗎 很多啊 妳會看著眼花撩亂 對啊 然後手指還不協調 想說那個就好 真的 無法 太無法 所以接下來 讓我們聽聽看這兩手 不對喔 是非常非常多手的大放送 所以就想讓我們聽聽看吧 歡迎回來 美眉蒲蒲風 有沒有覺得第一次主持很快 就結束了 真的 對 妳覺得今天主持的感覺怎麼樣 就是第一次就是這麼這樣 面對鏡頭的想話 讓我覺得很緊張 不過我會加油的 真的 跟她的情意一樣 要精進之類 真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上 打看 把我們加油打氣 還有 幫哥哥加油 她以後就還有更多的機會 跟大家介紹非常好多 好聽的歌曲喔 所以讓大家趕快上面 把她用好話塞爆吧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跟她們說 拜拜